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很沉重 笑不出来 在网路上经常有诈骗的案子 然后照片被盗用 然后被拿去当成诈骗集团的工具 然后去骗财 骗色 这件事情实有所闻 但是今天让我自己遇到了 所以笑不太出来 昨天4月16号的时候 有一个林小姐 在我的脸书私讯给我 他说 刘先生 您知道您已经被歹徒 运用您的相关资讯 骗财骗色 您是否了解此事 然后他把对方的脸书传给我看 那我点了这个脸书之后呢 就到下面这个账号 我把它框起来 这个网址就是 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嫌犯的网址 他叫Richard Wang 他的假名 然后上面的头像呢 就是我跟我儿子的合照头像 当下我吓一跳 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直觉就是 赶快检举他嘛对不对 然后检举他之后他就会被脸书封锁啊 然后这个账号就不会再去骗了 然后 但是后来呢 林小姐跟我说 他的朋友被骗了数百万啊 完了 回了 那我刚才做检举诈骗犯这个 脸书账号不就等于打草惊蛇吗 因为这个账号一旦被撤销之后 那警察要追这个人那就更难追了 虽然警方其实如果真的要追的话 他可以请网路警察要这个嫌犯的IP位置去抓他 可是往往没什么效果啦 因为他们可能跳转了好几个IP 从都通常可能都是从国外跳转好几个IP过来的 所以你要追查到来源的那个IP也不太可能 那我检举那个嫌犯的当下呢 我是有按了加好友那个动作 因为我看不见里面到底有多少张我的照片 因为不是他好友看不到 所以那个动作其实也不对 因为我已经打草惊蛇了 因为他看到我加他好友之后 他一定会把我封锁对吧 因为我不是嫌犯脸书的好友 所以我也看不见那个嫌犯的脸书里面 到底放了多少我的照片 好我就请林小姐传给我看 他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看 好就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里面就显示了 哇他上传我的照片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在脸书和我的部落格的照片 起码有上千张以上 然后里面还有我跟美极克翁总的合照 也被他拿去用了 然后我跟我小孩的合照 还有我们全家福的合照通在上面 然后林小姐呢 他又把这个对方的名片传给我看 然后我看这个名片啊 你看这个名片上面的资讯 Jobtitle他的工作 我们砖孔工程师 然后电话 加一开的不是美国的吗 然后mail你看这个王 0987654 这里看就知道是假的email吗 0987654 你会取这种email吗 然后他address 地址 只写一个台中台湾 然后第二行地址是写一个 华盛顿美国 就这样 就这样地址只有写这样 然后就这样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这算什么名片 所以 这嫌犯名片 一看就知道是假资料嘛 好然后 他还把那个嫌犯LINE的资料给我看 这是他LINE的资料 大头头像是用我的 然后封面照就是 我跟翁成旭翁总的合照 下一张更绝了 他拿了我这张照片 然后林小姐跟我说 他有两个朋友都被我的头像给骗了 一个是从骗女色开始进而骗儿女到国外读书 然后一个是骗男人的感情和投资 哇我吓一跳耶 为什么我的头像还可以去骗男人 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今天我跟林小姐通了电话 原来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嫌犯 还有一个嫌犯是女生 然后女生去骗男生 骗了八百多万 所以他说的是用那个女生的头像去骗别的男人 那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他私底下跟我讲这些事情 然后呢 林小姐又贴了一张照片告诉我说 欸你看对方用这张照片 说明我已经离婚四年多 哇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我的全家福照片可以被捏造成 离婚四年多 这张图呢是林小姐跟我的对话 我就请他立刻去报警 然后通知 请警方去通报脸书的官方 保留对话记录全部交给警方 然后他说 他说对方的脸书有非常多我的照片嘛 我说 我没有加他好友所以我看不到 那你的朋友如果有他的通讯方式要赶快报警才能够抓到人 然后他说 他的朋友有他的LINE 那 我说LINE没有用 LINE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LINE是随时可以换掉的LINE随时可以删掉的 所以LINE跟手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手机的那个SIM卡你至少要登记身份证 可是这个LINE是你随时可以换成新的账号 可以随时删掉随时申请新的账号 所以你有但LINE根本没有用啊 所以如果你在没有对方的手机也没有通过电话 也没有看过任何身份证明文件之前啊 你连一块钱都不能够借给他 你没有见过面你连对方是不是在台湾你都不知道 汇出去的钱到底汇到哪边去你也不知道 好接下来我要认真去说一下 如何去辨认虚拟的身份 今天我牺牲一天的工作时间来写这篇文章 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骗 如果能为大家省下被骗的数百万或数千万 那我一天不工作赚钱也值得了 首先我先证明一下我就是刘芳玉的本人 我的Facebook有蓝色勾勾 是受验证的账号 很可惜的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拿到这种蓝勾勾 因为Facebook没有打算花时间去验证每一个人的身份 而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 刚好在脸书开放申请蓝勾勾的初期去申请的 我当时提交了我出书的照片 公开演讲的照片 还有TVPS专访的影片 然后才通过蓝勾勾的申请审核 那个期间我有很多的学员还有我的朋友 他们去申请都没有通过 算我运气好 这个蓝勾勾是一种实名认证 证明该账号就是我本人 就是这个账号 这是我本人刘芳玉 然后这边会有个蓝勾勾 所以如果没有蓝勾勾的话就不是我 照片长得跟我一样也不会是我 OK 然后再来讲到LINE 每一个人的LINE的账号 除了名称跟头像之外 还会有个ID 但是有些人他是没有去设定ID的 因为LINE只要有手机号码就可以申请LINE了 那有些人他没有去绑定他ID 他也没有去绑定手机号码 那你要假装LINE的账号非常的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对方的LINE 都只会看到他的头像 还有他的名称 对吧 你在当下其实是看不到对方的ID 也看不见对方的手机号码 了解吗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要伪造一个别人的身份 非常容易 我只要去申请LINE的账号 然后把头像换成他的 把名称改成他的 那给别人看别人都不知道 完全认不出来 那怎么去辨识呢 如果你为了要求证的话 你最好跟对方要一下他的ID 还有他的手机号码 然后呢 我们去加别人好友的时候 LINE在加好友的时候是不是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扫描对方的QR Code 一种是寻找对方的ID 或者是寻找对方的手机号码对吧 所以在完全没有办法见面的状况下 你没有QR Code可以少的时候 你可以询问对方的ID 和对方的手机号码 然后去搜寻看看 就好像这张图一样 你去搜寻掉号码或者是搜寻ID的时候 出来的那一个人是不是在本人验证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要在这边声明一下 我的私人ID LINE的ID不会随便公开在网络上 我只会公开我的LINE生活圈 LINE AT生活圈 我的账号ID是带有小鼠符号的小鼠 LIUBABA如下图这个图 而且是有蓝色认证的盾牌 这也是认证过的 所谓认证过就是我这个流海报网络行销 它这几个字是不能够修改的 不能够修改的 名称是不能修改的 那蓝色盾牌就代表我已经被认证过了 我只会公开这个账号 好我们再来讲 假设你今天看到一张照片 不晓得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到Google Google去搜寻图片 在Google搜寻引擎这边有一个图片 按钮按下去之后 然后这边有个上传照片点一下 你就可以把照片上传上去 按你要把对方的一个人的头像就好了 把它上传上去 好譬如说我上传上去之后呢 我那张照片假设是放在某一个网站底下 这边会写会秀出来 还有相同图片的网页有哪些 因为对方去盗用你的图片的时候 那张图片是存在网路上的某个地方 譬如说在我这个网站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Blog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网址 有我的Blog的网址 它是从我Blog那边去盗用这张照片 所以如果你去搜寻一张照片的话 搜寻引擎会把它抓出来 这张照片还有在哪个地方存在 你就可以找到这张照片从哪边流出来的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在网站上发现有照片的话 你直接在那个网站上按右键 然后透过Google搜寻图片 就跟刚刚上面这个效果一样 会去找出来搜寻情报你抓出来 这张照片还有在哪一个网站曾经出现过 但是但是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 这张照片如果是在脸书里面 脸书里面的资料呢 在Google是搜寻不到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去找照片 假设这张照片只有在脸书里面 然后把这张照片拿去Google那边搜寻图片 其实是找不到的 这是很麻烦一点 但是我觉得脸书有一个 它可以做却没有做的功能 就是假设某一个人的头像长得跟我一样 那脸书辨识人脸的效果 其实非常非常好 他的人工智慧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有人的头像长得跟我一样 他是不是可以通知一下我 在脸书的右上角不是有个通知吗 或者是发email通知啊 如果脸书上传的头像长是跟我一样的 脸书一定辨认得出来 那他是不是可以通知一下我 是吧 我的时间可能比一定是比他们早嘛 对不对我上传的照片一定比他们早嘛 那他脸书一定可以把之后 上传跟我一样照片的人 把他通知我吧 因为你去take你的好友的照片 是不是你就会收到通知 那为什么人家建了一个假账号 照片跟我长得一样 我却不能够收到通知呢 很奇怪嘛 脸书你要改进一下 那么简单的功能都没做进去 害那么多诈骗那么猖獗 然后我还会建议你自拍一段影片 譬如说我的影片在网路上也流传了几百只 好几百只 所以为什么今天林小姐会通知我 就是因为她说她的朋友告诉她这件事 然后也把照片给她看了 结果这个林小姐她说 哎这个人好面熟哦 因为林小姐在YouTube看过我的影片 然后也听到我的声音嘛 她知道我的人长相跟我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嘛 所以她就把我的影片直接传给那个受害人 受害人一看到我的影片跟我讲话的声音 完蛋了 因为那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话的声音 跟我不一样 因为是盗用我的照片 但声音却跟我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预防一件 你自己照片被盗用的这件事情的 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求自保嘛 你最好一定要有一个自我介绍的影片 哦我是刘芳玉 我住在哪边 我什么什么我什么事 把这些影片放到网站 放到YouTube 至少你要放到YouTube上 这样即使你的照片被盗用的时候 你要想说哎我是照片集团 没有啊 我影片直接给你看 连声音都不是我的 你自己能够自保 证明自己不是那一个嫌犯 好那还有其他很多网站呢 都有在描述这些事情 你去Google搜寻一下 盗用照片诈骗这几个关键字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网站 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个案了 这个案例已经比比皆是从几百年前到现在就都一直在发生 好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案例就是爱情骗子 盗王率罩 诈欺已婚 彩壮师 险招骗八万 我今天知道这个被害人都已经被骗了几十万几百万了 这个八万算什么 你看他们其中一个伎俩就是很会找人妻当成作案的对象 为什么找人妻 因为人妻出世之后不敢出生 不敢报警 因为怕老公会知道 所以身为人妻 如果你碰到一些帅哥跟你做朋友 你要小心了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他照片到底是不是本人 你看感情诈人妻传假证件取信 他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做跟真的一样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报导 他甚至在视讯的时候 视讯的时候视讯看到对方嘛 可是看到是模模糊糊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在镜头前面放一个透明的黑布 让你看不清楚 就模模糊糊的 所以有的人就信以为真 你说奇怪 根本就看不清楚人怎么会信以为真呢 我跟你讲 人被爱情重魂头的时候 被甜言蜜语冲昏头的时候 就真的昏掉了 好 以上就是这一次 我的照片被盗用发生了整件事也经过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跟对方沟通 厘清这件事情 然后还录了这个影片 还有写了这篇blog 底下我顺带一提 就是有很多网站是诈骗网站 很多人也不晓得怎么去辨识诈骗网站 所以我在这边顺便讲一下 以前我们都用电脑上网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少用手机上网的年代 我们比较好辨认上面的网址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网址 即使你看得到 你也会被骗 为什么 我们来举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画面 比如说PayPal PayPal 然后被改成了PayPae 阿拉伯数字的E 跟英文小写的L 长得很像 你没有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这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要注意 另外像Google这个字 GOOGLE被改成了 GOOG 阿拉伯数字的E 然后再一个英文的E 光是L这个字 小写L跟阿拉伯数的E就已经认不清楚了 所以网址就算看起来长得一样 事实上内容也不一样 这个就要特别小心 通常这个网站如果要让你登入账号密码的 你都要特别注意 还有像下图这个 GOOGKLE GOOGLEZ.COM 这个FACEZBOOK.COM FACEOOK.COM 少了B 像这样子 模拟两可看起来很像真的网址 其实暗藏玄机 里面都是错的 点进去网址都是假的 但是那个假的网页跟真的网页又长得非常的像 所以如果要登入账号密码 请你要特别小心 那现在更惨了 为什么 现在大部分人都用手机上网 手机上网的画面 你看这张图 这个网址变得那么小 很多人根本就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网址 这张图片是在LINE里面点击里面的网址的 因为聊天室有的人会传一些网址过来 你点了网址之后会跑出网站的网页 那个网页的上面就会有一串小小的网址 而且这是后来才改版的 之前是连网址都修不出来的 都没有看到网址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看清楚 然后这个画面是用脸书 脸书的 这是脸书里面有网址点击之后 产生出来的画面 它有一个网址变成绿色 这个是改版之后的网址变得比较明显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网址去判断一下 这是不是真的网址 那甚至我还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在像这个是脸书 我会在他这个网站出现之后 再按右上角这个选项 然后用浏览器打开 像苹果手机就是用Safari打开 那如果是安卓手机 这边绿色就会用Chrome去打开这个网页 那你用浏览器去开那个网页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个网址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手机直的放成横的 然后那个网址列就秀的比较宽 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最后我刚建议的就是你录一段自我介绍的影片 然后把它放在网站上去 介意声明你自己是谁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肉脸的话 那就请你如果照片真的被盗用了 你就赶快去警方那边备案一下吧 OK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诈骗 你说我的照片被人家盗用有没有差 我本身没有差啊 我自媒体做那么多 我影片那么多 我的部落格写那么久 我的脸书还有蓝勾勾 我的lighter也有蓝色盾牌认证账号 我所有的自媒体的工具 都可以去证明我这一个人是谁 我的本人是谁 所以就算我没有去警局备案 我依然能够拿出非常多的证明 证明那个诈骗集团嫌犯不是我 你看 流奶爸 这是我的外号不是我本名 我的外号我也去注册了 我不只在台湾注册我的流奶爸商标 我连中国大陆我也注册好了 就是为了防范你们这些诈骗集团 对了顺便跟你分享一个我在2008 雅虎拍卖账号被盗用的故事 我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写部落格了 这个2008年10月22号这边部落格 我都留到现在还没有把它删掉 这个网站还在 www.kymo.club.tw 这边我有当时的截图 你看这个账号 当时还有MSN码 然后这一个人盗用我的账号 这张照片就是一直在雅虎拍卖横行的坏人 盗用了许多人的账号 然后使用别人的账号去刊登LV包包的拍卖 请注意这个雅虎账号是 hjb8697 yahoo.com.tw 好当天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凌晨12点左右我睡不着 起床收个email 突然发现一堆雅虎拍卖寄来的信件 说什么我在歪拍卖了一大堆的名牌包 而且还刊登了广告 所有的广告费加价3万多块 吓了我一大跳 如下图有81封信件 都是我刊登的广告 我刊登了81个广告在雅虎拍卖 当场吓得我花龙失色 啊不男生吓到好像没有什么形容词 切反正就是吓到了 盗用我的账号这是最不可设 还用我的账号刊登了一堆名牌包包 我怎么可能卖这么凉的东西呢 气死我了 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我这个资深网络工程师身上 真是太没面子 于是我赶快去申请忘记密码 然后重新更改密码登录 准备下架正在刊登的所有商品 最可恶的是 居然每一笔拍卖还刊登了版面广告 总计要花3万多元 开什么玩笑 我正在苦思他到底什么时候拆到我的密码 居然在晚上7点到12点之间 刊登了81项名牌包 这时候儿子的妈问我要不要报警 我心想大多数的警察也不懂网路 跟警察说什么好像没用 这句话我目前只保留态度 因为这篇文章是在2008年写的 11年前应该现在的警察 比以前的警察善用网路多了 更聪明了 好继续 可是已经牵涉到金钱利益的问题了 不报警也不行 于是我终于拨了110 远警接到我的电话后我问他说 台媒被盗用帐号需不需要报警 他说一定要 因为这种事情很常见 为了要留下被侵犯盗用的证据 一定要报警 于是从凌晨12点半到达警局 开始做笔录 现在的警局不会吃案 已经一化了 所有报案动作都要直接在电脑前面key资料 然后列印三连单给报案人签名盖章 两天后就能直接在警证署的网站key入案号 就能查到案子的受理证明书 说真的 后来打110的时候 该远警说这样的事发生很多了 我心里蛮开心的 以为警察经验应该是不少了 可是到了我们local的警局后 这里的远警却说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件 唉 于是我要把事情的始末从头说了一遍 远警问我说 请问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收到大量yahoo寄来的email账单缴费通知 但是所有的账单都不是我自己去堪登广告的项目 远警就说 哦你是说你在yahoo看广告 哦不是 是有人盗用我的账号在yahoo拍卖卖东西 这时候扩印器传来了 中二街有一条狗一直吠叫 居民报案请XX前往关心一下 好 接下来的故事你们就自己看了 真的是好气又好笑 你们如果想要这个网址的话 我放在youtube影片的下面 你们自己去看 好 今天就先这样了 我是刘奶爸 本名刘芳玉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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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